中文字幕 李宗盛 距離正式演繹只剩下一個星期 竟資書宣小志工 齊聚慈濟人文職業中心 認真彩排 我筆手語給我帶來很多幫助 例如以前我會對爸爸媽媽比較兇 現在會比較聽話 然後做事也比較積極 認真 何彩璇連續六年都參加 她的改變給妹妹做了最好示範 她以前就是說可能小一點的時候 那個時候專注力還不是太好 但是我發現她入金藏之後 做廟音或是廟首的時候 她可以在旋律之下 她就可以融入在裡面 對整個氛圍 應該說她很能夠進入狀況 今年入金藏除了手語影譯 還有樂器演奏 不少孩子還特別從南部趕來 一般的手語只是 可能我們把歌詞的意見給演繹出來 可是錄影上是藉由 通螢幕上面一些震災的畫面 然後藉由我們的心靈 身心靈去感受 然後把歌詞的精神 還有影片中的意境 以及精髓演繹出來 孩子們透過不斷彩排 展現自信 要讓這個暑假過得充實 又有意義 大愛新聞 這是美志工台北報導 消息臨